其实我真的不想上了 我就刚刚上两步 觉得我不行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什么身体素质 我真不行 我爬不了 我爬长城都累成那样 你想想 我觉得 这事根本不太可能 你 你 真的 简形是这样的 对 就做这个草的地方 好 走这边 应该避免那种 就是大步 对 一下猛蹬的那种 对对 没事吧 又坐下了 你这样踩在这上面 不行 他已经难以避免的要坐下 好我们站起来吧 坐一下就好了 能坐太久 好踩到这里 可以 好 对我们在这里 这里好站 站 靠那个大石头那么站着靠 对 对 看了就是这个看起来很舒服 就靠的时候可以 我还有点恐高 恐高 恐高就 那就别往下看了 对对对 就往天上看 我们俩第一次约会谈来 他哪个是 我那个 北京的长城 长城 然后他那个时候 他状态 因为他玩了一晚上 他就睡两小时 状态也非常差 但是呢 他仍然就 就一点一点巨难受 吞吞吞吞吞吞 也跟我吞上去了 他就靠着他的意志力 对对对 他的身体有点虚 但他意志力很坚强 哦 我特别喜欢发山 所以他昨天他答应我了 他说行陪你发山 其实今天就愿望就实现了 嗯 我记得一毫 哎呀 这种表达特别重要 你真是不爱你 你真是不爱你 我真的不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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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俩真是 都看不得挂身上的 这唐来的 猝不及防 这氧气一下上去了吧 啊 哇 哇 哇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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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一个小游戏 找到一个 让你感觉的美好的瞬间 向宋宁峰表达你此刻的感受 喂 妈呀 喂 你早了 别倒了 不有点点 我们走 没有回应 对她来说也难 我觉得那话当面说 我有点说不出口 试试 可以靠着石头 你靠着我吧 你靠着我吧 哦 这也太难了 嗯 好温暖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 越往上爬一会儿 越下 下山的时候越费劲 对吧 嗯 你别想那么多 你就一点一点往上痛 没有拍不完的戏 没有爬不完的山 还蛮好的 我觉得你表现的 首先是能坚持 然后状态也还好 对 她有骨劲 张婉婷是打不死的小枪 孙老师说她有骨劲 但她没问题了 你别看她 她可能真的身体条件 都不如你们 但是她有骨劲 孙老师也给了我一种力量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克服那个艰难 你才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对 上来 好